我不確定在這裡我能留下什麼 但我確定這裡帶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 16號陳峰2023第77上線 備受關注的三宮個人喜愛度榜單終於公佈 跟上一輪相比排名發生了大洗牌 有人上有人下滑明顯 也有人排名飆升 一宮二宮錄製的時候 小美的人氣尚未完全發酵 三宮就不一樣了 她所在的歸途有風阻 拿到了全場最高分 她也眾望所歸地做上了頭把交椅 雖然一直是不少觀眾所預期的 可是當小明哥真的念出了小美的名字 還是會感覺到非常的意外 她業務能力非常能打 全開麥穩得一批 唱跳俱佳都不是問題 作為鄰國友人 在漢語不熟悉的情況下 竟然能將歌詞唱進觀眾的心裡 這個冠軍小美絕對是實至名歸 第二名陳佳化 一宮位居第二 二宮排在了第五 三宮又回到了第二的位置 除了業務能力強之外 Ella的領導力和親和力 也是有目共睹的 絕對是本季的C位頭號大人們 太好了我就想唱這句 我分了 太好了 I want this sentence 可是那個上面的 Hello 我唱不上去 沒事的話可以疊 OK 我昨天用又很久 那讓我唱第一的吧 可以 孟佳可以唱吧 孟佳應該可以唱 你認識他嗎 他是可以的 那可以 那他唱中聲部 可以 對 因為他的聲音比較適合中 好 盧敬山前兩輪都排名第六 此次首度幾身三甲 帶兵上陣仍有不錯的發揮 和兩位大Vocal同台 沒有拖後腿拿到了高票在情理之中 Albert雖然有穩定的表現 隊長合作秀的分數也壓過了Ella和謝娜 但是排名卻下降了兩名到第四 劉希君上一輪跌到了第八名 這一次憑藉歸途有風 重回前五之列 謝娜二宮成功登頂 激動落淚 誰曾想三宮其所在的 良和創始人隊總分墊底 他也首次跌出了前五名 警衛列第六 爆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冷門 這兩句不用太多 因為這裡你們肯定要跳了好不好 對 就飛兩句 好 那讓孟佳來飛 好啊 好 她是學姐嗎 學姐那麼厲害 讓她 好啊 然後她就一個人在那邊站好 好好的唱我們兩個在那邊跳就行 你想要做那個感覺嗎 最後一個 姐最後一個是 哦 對對對我忘記了 忘記了 猪猪上場殺進第三 這一輪下滑至了第七 宮琳娜作為最強輔助 前兩輪僅排名第十四 十六位 讓眾多的網友一難評 此番終於首次進了前十 當真是可喜可賀 知福從第四退到了第九 賈靜雯則小生了一個名次 成功卡十 曲英姐姐從十五名上升到了十一名 距離重回前十 僅一步之遙 吳倩從十七名衝到了第十二名 可惜在晉級後 因為身體原因選擇退賽 有哪個舞台或哪位姐姐的表現 讓大家印象特別深刻 當被提問到尷尬問題時 周比唱《零光一閃》 能不能不要問這種問題 然後我一輩子對你好 然後我一輩子對你你好 我對你一輩子好 我家被子也是比我家被子 你好聰明哦 沒有你怎麼辦 當發現娜姐的《Amazing》非常興奮 跟娜姐进行合作 感觉她的唱跳怎么样 她的声音非常棒 非常棒 她的舞蹈也非常棒 非常棒 刚问到问周比唱时 那BB 就是你们觉得 你们队伍的杀手锏是什么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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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an本场表现不差 却下滑了六个名次 到了13名 同阵营的曾可妮 从12退至了14 孙岳也退步了两名 作为这一届的大姐大 她只进过一次前十 排名一直在下降 未免有些尴尬 张嘉妮进步两名到第16 娘娘蔡少芬从第9名 跌到了第17名 邱慈燮从21名 前进到了第18名 徐怀玉算是本季的 争议人物之一了 前两轮的发挥 均不尽人意 三公总算靠着山河图 重新证明了自己 个人排名也升至了4个名次 除了谢娜 知福 黄丽林 蔡少芬之外 还有一位姐姐也退步了5名以上 那就是刘亚瑟 仅排在了20名 陈寅涵和吉娜分别列为21 22 谢欣的存在 拔高了第4季的舞蹈水准 可惜现场的浪花并不买账 排名倒数第三 引得不少人为其打抱不平 《武功》即将录制 刘亚瑟 陈亦涵 吉娜 谢欣 四人的晋级前景 蒙上了一层阴影 《愣戒四》播出过半 哪些姐姐能够成团 已经渐渐失去了悬念 只希望后面几场公演 能够更走心 更用心一些 多几个出圈的舞台 不要高开低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